复活节是基督教一年当中最重要的节庆 今年的基督教跟天主教的复活节在三月底结束了 不过因为立法不同 东正教的复活节和五月一号劳动节是同一天 位于莫斯科全世界最大的东正教堂 基督救世主大教堂 寄慢了来参加复活节仪式的信徒 俄罗斯总统普廷跟总理麦维德夫 也按照惯例来参加 根据传统火光是耶稣复活的象征 在俄罗斯的东正教徒跟欧美其他基督徒一样 以点燃蜡烛象征复活节的来临 至于在耶路撒冷的圣母教堂 因为是圣经上记载 耶稣被钉死以及安葬所在 因此包括新教徒 天主教徒和东正教徒都会来这里朝圣 而复活节前夕 以火聚来象征耶稣复活的仪式 更是热闹非凡 值得注意的是 画面上这位显然是天主教徒的女士 画十字的顺序为上下左右 和摩斯科与其他地方的东正教徒上下右左的方向不同 根据希腊东正教会的说法 用希腊文讲神圣的灵魂名词放在后面 而心脏被认为与灵魂有关 因此东正教徒画十字的顺序是先右边后左边 但天主教徒的经文起源于拉丁文 而用拉丁文讲神圣的灵魂 是名词放在前面 因此天主教徒画十字的方向 才会是先左边后右边 跟东正教徒刚好相反 记者徐家仁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